接著到13年的第五題 Fx等於3-3x2次 over 3加x2次 這條問法比較少見 它會列了我們平時傳統做法的table給我們 然後Part A就問問我們Mass mean是什麼 和Points of Infraction 你會見到我們首先想了Mass mean 就是Turning Point的轉向點 我們應該要先看Fxd的Root 你會見到它有先正而後負 即是轉向的形態出來的話 這個就會是我們的轉向點 所以我們會知道 但你要留意你不是要回答一個Turning Point 你會回答它是Mass minimum 或Min 即是極大或極小 你會見到先升後跌 這個應該是一個Massimum OK,Massimum 但慢著你還要回答個Points給人 所以其實是要回答個xy座標給人 所以就是把x代回到0 這裡就0了,這裡又0了 所以就是1 OK 接著就回答Points of Infraction Points of Infraction 你會見到應該會是D兩次的Root 即是這兩個 但同時間Points of Infraction 都要有那個先正而後負 或者先負而後正的形態 那你會見到今天真的是先正後負 先負後正 即是兩個都有轉向的形態 所以這兩個都會是我們的Points of Infraction 那我們的Points of Infraction 就會有兩點 分別是負1dute 以及是 1dute 那你會見到 無論你代負1還是代1 y座標應該都是相同的 因為你代負1下去負負得正 所以就有3-3 這裡就零了 你代負1下去 它也是3-3 所以這裡也是零了 所以這兩個就會有你的Points of Infraction 就是這樣 這就是Part8的答案